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介绍这本书叫《科迹华阳的月商》 其中一件事是他们在澳洲收集了羊放囊鸦片 转运到中国各省各地的一些历史记录 当然这本书不是只说这部分 这里有这个记录可以告诉我们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看 其中就做了这个表 意图掃描得好一些 但是线拉不值 就算了,主要的东西大家看到 但是这个表是打横来的,不好意思 为了放得够大给大家看得清楚 你看到1833年,就是杜江十三年 就是广州和各省贸易的商品表 当然这个是过分简化的商品表 这里列了一些最重要的商品 就是 广州和各省的贸易 就是有运去广州的 也有 由广州运去各省各市各地的意思 首先我们就粗略看看 在各省运去广州的商品 当然你就会问 为什么会在各省运去广州的东西呢? 广州为什么要接近这么多东西呢? 大家当然知道 广州是贸易 有贸易的地方 于是乎就运去广州 然后就转运 不是广州 然后广东 吃光 最主要当然是一个 转口港 广州是一个转口港 重要的转口港 南方的 福建之江江南 山东山西 直帝 这些是沿海的 然后是选西金肃 四川云南 港西贵州 湖南湖北 江西 河南 这些就是来陆 来陆 或者是偏西 当然 没有西藏 金肃省都有 你可以注意 好了 你就可以 看看有什么 云去 红茶 张老唐 电清 对你染了 烟草 紫 七气 上等下部 扩展 丝绩品 紫 线不酒 祖子 金华 火腿 龙井茶 浙江西湖龙井茶 绿茶 丝绩品 水果蔬菜药 酒 皮 货 射香 人参 葡萄江 祖子 绿玉 药材 烟草 已经有了 黄铜铁宝石药 药材 闪西 金肃 金子 水银 射香 黄铁铁石 黄铜铁石 雲南 彬银银 瓶瓶 孔雀 孔零 孔雀 孔雀 铁银银 银银 木材 貴州 水银铁元 香料 湖南湖北 大黄蛇香 煙草 蜂蜜 被银银 behind 他只是以这些部分 好 这个是运向 广 dale 都有些地方就是出口 好 从广大的护 Hab todos 从广 andere 和香港长大 手里的 word 汇格 吉罗 我们的新聞 都是虾片 即是с 广 乃 广 他 看看其他,待會再討論其他問題 無眠布匹,外來的酒 應該是錶 粗暴,歐洲匹貨 中錶,進口集貨 書籍,外面進口的書籍,歐洲貨品 漆氣,眼鏡 海,外來物,土產,讓貨 無積品,線莊書籍 很奇怪,書籍也要鴉片 這是廣州要運向各省各地各市 要運鴉片去 這本書是1997年出版的科籍華洋月商 就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很清楚,有材料告訴大家 杜江1833,距離鴉片衝突的時間 六年 希望大家明白這個情況 那是什麼意思 上網可以找到這張 這張地圖 就是Opium Trade in China 18335,139 有網址可以找到 即是說 它怎樣可以透過廣州 最主要是廣州這個地方 然後把鴉片 散出去在中國各地 這張照片被東莞的林則徐鴉片戰爭紀念館引用 這張照片是因為燈暗 手機不漂亮 所以是親手拍的 在林則徐三年前 就用回這張照片 即是說 即是想搞清楚歷史問題 英國人走私鴉片向中國 那是不是一回眾所周知的走私的事 還是應該是一回什麼事 那你說 不是啊 很早 雍正年就已經說 不准入鴉片 禁的了 那家慶又說過禁的了 但是這些年份 對於當時鴉片的事 已經相距100年 就算家慶的事 都已經有三十幾年的距離 三十幾四十年的距離 即是說 皇上有預子 說明禁鴉片 當然還要閱讀清楚 那個預子禁鴉片 是一回什麼事 因為說禁鴉片有很多種禁法的 這個我們在歷史上應該清楚了解 但是 為什麼你在這裡看得這麼清楚 這麼多材料 告訴大家 OK 即是英國人是把鴉片運去 最主要的鴉片運去廣州 這是歷史證據 好了 運去廣州之後 所有的轉口 不應該跟英國人說話 即是你說的 現在是說1839年 OK 怎麼會 怎麼會 關外國人的事呢 是不是 可能偶爾 他真的 車一隻船去到廈門 等人接 去到泉州等人接 去到福州等人接 去到福州等人接 那就走私 OK 那麼去廣州 又是說走私 OK 這個是不是有多大程度 叫做走私 以及真正的走私 是有什麼事 所以歷史上我們應該搞清楚 是不是 應該搞清楚 但是怎麼搞都不清楚 我想告訴大家 走私與不走私之間 其實是有很多空間 不同層次的理解 走私與合法之間 究竟這些鴉片的 成運、偷運、轉運 在歷史上討論 應該是有什麼事 我們應該怎麼討論 OK 給大家多一些基本資料 大家要搞清楚 OK 這就是所謂一口通商 OK 很容易 因為這些資料 基本上沒有錯 我們會引用 如果錯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引用 這是歷史百科的資料 解釋一口通商 通常我們叫做 Cancon trading system 最主要的是 其實是在說乾隆 二十三年 至到道綱二十二年 立的制度 就是說 洋人只可以在廣州 和中國進行貿易 所謂的廣州十三航商 這些當然要在歷史上 找多些資料理解清楚 廣州十三航商 對外貿易是一回什麼事 首先在清政府的制度 其實就是說 閉關鎖國 是一回什麼事 不要開口罵 就是閉關鎖國 在說明朝 喜歡海禁 他派鄭和夏西洋 也喜歡海禁 建立一個所謂的朝公國 當然就是明朝祖 因為衛帝出走的問題 於是海外關係有點緊張 這個情形就是這樣 那就是所說的 龍慶元年 就改了這個做法 開始給外國的選 當時是福建漿 一柱通常 而清 入關之後 情勢未定的過程中 有收衛海禁政策 到168、384 基本上的反抗勢力都能處理得好 加上內亂、三繁之亂 都能處理得好 於是便開始做一些對外貿易的情況 但其實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所說的時間 其實澳門已經是所謂的開禁 澳門我們要知道 基本上是 準於葡萄牙人留在這裏 這個主權是屬於中國 即是明政府和清政府 而你要知道奇怪的地方 就算清入關 都沒有改明這個政策 仍然是準於葡萄牙人 以澳門為一個貿易基地 而當時所說的澳門的範圍 其實是很小的 所謂本島的一半 一半是多一點的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開海的時候 最主要的是四口通商 就是所說的 廣州、張州、寧波和雲台山 有所謂的粵敏、浙江四海軍對外貿易 情況就是這樣 當然這些海關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省灰 於是有另外的海關口岸 但是去到乾隆22年 即是1757年的時候 所謂熊任輝事件 乾隆第二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 所以是實施一口通商 這個所謂的一口通商 就是指可以而廣州 所以有上述所说,你会看到所有外货要透过广州转运 因为基本上是一后通商的问题 这些转运理论上不是走私 但是为什么各省各地各市都透过广州混鸦片 是不是走私 合法和走私之间我们要有很多理解 这是我们基本上要知道的想法 所以历史责任里面只是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评论 那你中国自己混来混去,有没有责任? 中国人自己混鸦片有没有责任? 是不是那些各省各市各地都是英国人跟你走私? 这是我们要知道最历史的基本形式 多谢大家